接着说的一个东西就是关于这个什么数组是吧 数组的话在这个拍摄里面应该是属于什么 好像叫列表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们是不是叫列表啊 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啊 类似的啊 就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我们说这个数组啊 数组的话那么实际上呢 它就是什么呢 一组数据的集合吧 一组数据的集合啊 那么的话 呃 我们在操作多个数据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呢 通过这个数组的方式来操作是吧 啊 好 数组的话特别是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从后面要学到什么 从数据部读数据过来 放到一个数据里面 然后什么呢 循环 然后把这些数据放到页面上是吧 那么这种数据类型的话就比较好用是吧 啊 数组啊 好 那么数组里面的数据类型的话也可以是不同类型的啊 啊 我们的数组的话 呃 大部分的这个操作应该是和拍摄里面相同的啊 相同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组啊 那么数组里面 有很多这个方法是吧 有很多方法 那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 说一下什么呢 就是常用的啊 还有方法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可能不是太常用 就提一下 大家如果说记不住的话 后面怎么样呢 就是用到的时候过来查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关于数组的一些东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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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新建一个这个H5的页面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宿主啊,好,宿主的话,首先的话我们,呃,初始化,一个宿主啊,定一个宿主的话,我们在这个 这个建设里面有两种方法啊,这两种方法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啊,第一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面向对象的方式来创建啊,面向对象的方式来创建,比如说new一个arrow,是吧,new一个arrow,比如说,拿一个,画一个什么呢,这个宿主的话,我们可以什么呢,用匈牙利兰命名风格怎么样呢,和以前前面加一个a,是吧,a的话就表示什么呢,宿主啊,比如说a list list01,是吧,好,假设就等, 等于一个什么呢,new一个什么呢,new一个arrow啊,然后这个,这个arrow的话就是,建设里面类置的类,啊,类置的这个什么呢,宿主的类啊,通过这个类呢,来什么,初始化一个什么呢,宿主啊,初始化一个宿主对象,然后,复制给这个什么呢,变量,是吧,这个意思啊,比如说宿主里面有什么呢,比如说里面有1, 逗号2,逗号3,哪叫做初始化,这样一个宿主,是吧,好,这是第一种方法啊,这种方法的话,那么大家知道有这么多方法就行了,一般我们不这么用,是吧,这种方法啊,怎么边呢,就是性能什么,不高啊,这种方法性能不高,好,这是第一种方法啊, 好,那么这个是通过,通过,通过啊,通过类,啊,实力化,实力化,来,创建啊,创建,宿主,是吧,创建宿主啊,好,那么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直接什么呢,我们用直接量啊,就直接量的方式,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再来一个宿主啊, 比如说这个,例示的02,啊,02,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用直接量是什么呢,直接用那个通过号就行了,是吧,用通过号直接里面写什么呢,1,逗号2,逗号3,这样直接创建一个宿主啊,这样的话就比较快,是吧,这样比较快啊,直接用一个宿主的直接量的形式,什么,复制给一个变量,啊,这种方式啊,好,通过直接量啊, 好,这两种方法啊,两种方法,好,这是关于宿主啊,宿主的话,比如说这个宿主里面有什么呢,有三个成员吧,是吧,有三个成员啊,好,这是关于宿主,好,接着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初始化的啊,初始化,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宿主里面一些常用的方法,是吧, 一些常用的方法,有哪些方法常用呢,我们先说一下常用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想获取一个宿主里面的,这个成员的个数,是吧,成员个数,那么用哪个方法呢,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认识,是吧, 如果一个认识属性的话,就可以获取到一个宿主里面有多少个成员,是吧,认识啊,好了,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宿主,是吧,我想获取它里面有多少个成员,啊,比如说我来,啊,那么用哪个呢,比如说我直接弹出来吧, alert一个什么呢,这个A,历史的02,它的什么呢,这个认识,啊,认识,就是它的,啊,点LENGTH,是吧,认识,啊,好, 好,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那么它盘子的是什么,三吧,就是三个啊,好,这个认识记得是怎么样呢,就是什么, 我们什么,就是它是数的时候是从一开始吧,比如说一二三,是不是这样的啊,一二三啊,就是有三个,是不是这样的啊,有三个啊,好,这是最,最什么,最常用的就是什么,通过认识来什么, 获取宿主成员的个数,是吧,通过认识啊,通过认识来获取宿主成员的个数,是吧,个数啊,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常用的,是吧,非常常用的啊,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什么呢, 想操作数种里面的一些成员,是吧,那么就是什么呢,就用这个下标吧,啊,就那个下标呢, 操作数种成员,啊,下标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它什么呢,它是从零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的啊, 从零开始的啊,从零开始,那么第一个成员是相当于什么呢,是第零个成员,是不是这样的啊, 第零个成员啊,好,那么来看一下,假如说我想取得第一个数族成员,是这样的啊, 那么来看一下啊,那么假如说我想取得第一个啊,就是Alt一个什么呢, 这个数族成员那边的第一个成员啊,那么就是什么呢,这个A什么呢, 历史的零二,怎么样,就是什么,就是零吧,就获取到了吧,啊,获取到了啊,好, 好,这个应该是相同的吧,这个操作应该是相同的啊,好,假如说这个啊,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来刷新一下,是吧,刷新一下这个页面啊, 那么这就是什么呢,一,是吧,第一个成员吧,是吧,第一个成员啊, 好,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说有一点区别,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一点区别啊,我把它,把它准备了,把它换一个比较,这是一个A吧,是吧, A,是吧,这也行,是吧,好,再来看一下,那么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是吧, 那么第一个成员是A吧,是吧,取到了啊,好,是这样子, 那么它里面怎么样呢,是可以放不同的类型的,是吧, 这是字符串吧,这是数字啊,这是数字,好, 这是关于这个数组的两个最常用的啊, 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获取长度啊, 一个是操作某一个成员,是吧,操作某一个成员啊,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数组里面还有些常用的一些函数啊, 这里面有很多啊,有很多的话,那么我们先从常用的开始说啊, 好,常用的比如说,最常用的一个是什么呢, 关于这个扑许,扑许这个是最常用的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玩这个数组里面的后面这三个成员, 那么就用什么,扑许,是吧, 比如说我想这个数组里面什么呢, 比如说只有一个什么呢,只有一个,只有三个成员, 我是想再三个成员,是吧,那么怎么做呢, 就是拿一个扑许就行了啊,比如说再拿一个什么呢, A list02,是吧,拿一个什么呢,扑许是吧, 好,扑许,点扑许,扑许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在后面加上啊,加上这些成员, 比如说加一个什么呢,我再加一个, 加一个字符算可以吧,加字符算啊, 好,加个字符算,这样是相当于是什么呢, 从这个数组后面再加这个字符算进去, 作为一个什么 第四个成员吧 是这样的 好 好 第四个成员啊 那么再来看一下啊 再把它弹出来看一下啊 Alt一个什么呢 把这个数组弹出来看一下啊 Alist02啊 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 它是这样的 是吧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是什么呢 先弹出这个A吧 然后是什么呢 这是第一个成员吧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啊 第四个成员 好 这是关于这个数组呢 这个操作啊 这个是经常做的啊 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数组 然后把它里面加成员的话 经常用这个布写是吧 从后面 从后面加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通过下标 操作 数组 数组的某个成员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 啊 布写 什么 这个是通过布写方法啊 布写方法 然后的话 在数组的后面啊 数组的后面 增加成员啊 增加成员 好 这是关于这个布写啊 好 这一方法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 啊 呃 就是没有什么道理了 是吧 就这么做它就可以了 是吧 没有什么逻辑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没什么逻辑啊 好 这是关于布写的这个方法啊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比较常用的啊 再看一下这个什么呢 这个 reverse 方法 什么呢 reverse 方法是干嘛呢 它是什么 它是这个将速度进行反转啊 进行反转啊 进行反转 pop 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 从数组后面什么 三组成员嘛 三组成员啊 就是 三组一个成员啊 比如说我们刚才加了这个吧 再来一个pop 那么就相当于是 三组一个成员啊 比如说来一个pop pop啊 pop相当于是三组一个成员啊 好 这个时候我再谈一下这个 是吧 这个A什么呢 历史的02啊 好 这个的话就是 注意一下啊 好 注意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个效果 是吧 首先的话我们刷新一下啊 首先是什么A23B 是吧 这是有四个成员嘛 是吧 好 在pop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三组的一个成员啊 啊 又三组的 只能是三个成员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pop啊 好 那么还有什么呢 就是和这个对应的 和这个对应的有什么呢 有这个shift和unshift啊 shift和unshift unshift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什么呢 从宿主前面增加成员啊 从宿主前面增加成员啊 然后shift的话什么样呢 是从宿主前面三重成员啊 这样子的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我们一字幕把它写 写出来吧 这个实际上也是什么呢 也是没有什么逻辑的啊 好 比如说这个是unshift的 是吧 unshift 这是从什么宿主前面增加成员吧 比如说我再增加一个 增加一个b 是吧 好 那么的话谈一下 如果说再是三组这个的话 什么呢 拿一个什么呢 shift 是吧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是吧 看一下啊 好 刷新项首先是什么呢 这个是增加了一个成员啊 然后是删除 从后面删除这个成员 是吧 好 接着是什么呢 从前面什么增加一个成员吧 好 接着是什么呢 从前面又删除一个成员 是这样的啊 好 就这样子的啊 好 接着再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什么的方法呢 这一方法啊 比如说有一个reverse方法啊 reverse方法的干嘛就是整个反转 是这样的啊 整个进行反转啊 好 反转 好 反转之后干嘛呢 来一个比如说 他也来一个reverse 是吧 reverse啊 reverse 好 他整个反转一下 是吧 反转一下 再来谈一下他啊 这个a 历史者02啊 好 这个方法就这样子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 从后面增加 从后面删除 从前面增加啊 从前面删除 然后a23吧 好 反转一下 什么 32a 是不是这样的啊 32a啊 就这样子啊 好 这是用的时候 直接什么 这个数据跟上一个方法吧 这么用就行了啊 这么用啊 好 现在把它进行反转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最后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index of方法啊 它是可以什么 返回什么呢 元素第一次出现的索引值啊 元素第一次出现的索引值啊 好 那么还有一个怎么呢 这个是切割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ndex of方法啊 index of方法啊 index of方法的话 那么就是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来再定一个数据吧 比如说画一个a list的03啊 03啊 等于这个 等于比如说等于这个啊 1啊 比如说a吧 a 是吧 然后是什么呢 b 是吧 然后逗号什么呢 这个c啊 好 逗号这个d啊 然后再来一个比如说再来一个什么 再来一个a啊 这个是不是有重复的啊 再来一个b啊 好 像是就在一个数据啊 好 这个数据之后我现在要获取这个 这个b怎么样呢 就是在它的这个数据里面的这个位置啊 数据里面的位置 那么怎么做呢 是吧 就是用这个什么index of 是吧 index of把这个成员放进去啊 放进去啊 比如说我来这个数据是吧 好 我来弹出一个这个b 在这个数据成员里面出现的位置啊 那么就怎么弹呢 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呢 这个a list03 它什么呢 index of 是吧 点index of 这样子是吧 index of 然后把这个成员放进去 比如说这个是b吧 是吧 我想获取它在哪个位置啊 好 获取它在哪个位置的话 那么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个时候弹出来的是什么 是吧 好 我们可以把前面先住掉啊 这个 好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它等于什么 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啊 刷一下这个页面啊 它这个时候是什么 等于1吧 是吧 等于1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 这个是0 是吧 这是1吧 好 那么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这个第五的话怎么样 它就不管了 明白没有 它就不管了啊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返回第一次出现的什么 第一次出现的这个索引值吧 第一次出现的索引值啊 第二次的就不管了 就永远是第一次的啊 永远是第一次的 后面就不管了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啊 这个索引值啊 这个 这个 好 接着再来看 这个第八个方法是什么呢 第八个方法是什么 就是什么 按照什么 应该是按照段来切割这个速度啊 好 这个是不历史的话就稍微有点绕啊 有点绕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还是用这个速度吧 用这个速度之后 那么它就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来切割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它啊 这个 好 是不历史是吧 比如说我来切它吧 切它啊 好 比如说 A 历史的03 拿一个什么呢 是不历史啊 是不历史 这样一个方法是吧 是不历史这样一个方法啊 好 这个方法的话 怎么呢 它跟什么呢 主要是三个参数啊 好 第一个参数的话是什么呢 是从第几个元素开始 第一个参数从第几个元素开始啊 第二个参数的话是三重几个 三重几个元素啊 后面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跟上要新加的元素 这个意思 是吧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如果说我想从这个 从这个第二个元素开始啊 第二个元素开始是吧 第二个元素是不是一啊 从第一个开始啊 从第一个开始 然后的话 假如说我要删除什么呢 删除零个啊 我不删除就写什么 零个 是不是零个啊 零个啊 好 后面可以跟 跟上 比如说我再来一个E 是吧 好 这时候什么意思呢 我从第二个开始 我不删 然后我再增加一个E 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 好 这个时候弹出来GAY 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是一个什么呢 A list03啊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再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啊 是E吧 就是弹出刚才那个 index of啊 接着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那么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E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放到这个地方来了啊 是吧 放到这个地方来了啊 A E B C D A B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好 就是第一个地方是吧 删除零个啊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把这个E再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放到这个地方来 没有 是吧 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 放到这个位置上面来 是吧 放这个位置上来怎么样 是把这个它挤到后面去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挤到后面去了啊 好 好 这是AE是吧 好 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弹出了什么呢 这个弹出这个啊 弹出这个是不这样的啊 弹出这个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如果说我再来删除一些东西啊 好 再来删除一些东西 好 比如说A什么呢 List03啊 AE历史03的话 它怎么样呢 它拿一个什么 比如说再拿一个十分历史啊 十分历史 好 假如说我从什么呢 我从这个地方开始三啊 比如说这个是一 是吧 然后的话三几个呢 假如三两个啊 那么就两个 是这样的啊 两个啊 然后我再加上 加上几个啊 比如说一 比如说再加上个F 再加上个什么呢 FG 是不是可以啊 这相当于是什么 加两个元素吧 就说你这个地方想加几个 就是后面 就后面写几个就行了啊 这样子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弹出的是什么啊 AE历史03啊 好 好 这个的话先把它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 这个注意一下吧 这个 好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好 来刷新一下啊 虽然这先是弹出这个是吧 弹出这个 这个是塞进去的 不 啊 没有删除 塞一个进去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 确定一下 那么是FGC是吧 好 这个时候为什么是这个呢 看一下啊 把它复制过来 好 这个是弹出的这个是吧 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那么它从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吧 第一个吧 开始删除两个啊 删除了E和B 是不是这样的啊 删除了E和B E和B之后 然后把什么 从这里开始什么 把F和G放进去吧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 A F G C D A B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是它比较绕的地方啊 大家就是说 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到时候用到了 可能还得过来什么 看一下它的用法啊 就是不是很常用啊 有时候会用到是吧 会用到的时候怎么样 需要看一下它的用法啊 就是这样子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就是起始的位置 是吧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 删除几个 后面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增加的这个成员啊 这样子了 好 写一下吧 那么就啊 这个是 第一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 参数是什么呢 起始位置啊 开始的位置 啊 第二个参数啊 第二个参数是啊 从起始位置 起始位置 删除 删除多少个成员 是吧 好 第三个啊 之后的参数啊 第三个之后的啊 第三个之后的 是增加的成员啊 是要增加 增加的成员 增加成员的值啊 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第一个参数是开始的位置啊 第二个参数的话是从起始位置 删除多少个成员啊 好 第三个 之后 第三个啊 包括第三个啊 第三个之后 第三个之后 是要增加了成员的值 就是说你要增加几个啊 就是写到后面去啊 好 第三个之后 是要增加了成员 好 是这样子了 是吧 第三个啊 好 包括第三个啊 第三个之后 包括第三个 是要增加成员的值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sputis它的用法 是吧 sputis它的用法啊 好 接着 那么这是这些 宿主的它的一些什么呢 这些方法啊 好 接着我们说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 大家可以什么 稍微的自己试一下啊 那么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刚才还有一个 Joy你没说啊 Joy的话 什么意思 可以把数字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一个字符串啊 通过一个东西 什么呢 连接起来 是吧 连接起来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我来Joy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Alist03啊 Alist03的话 拿一个点Joy啊 Joy是吧 Joy之后 比如说里面给一个什么呢 给一个这个横杠啊 那么的话 他就怎么样呢 用这个横杠 把这个数字的成员 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形成一个数 形成一个字符串啊 形成一个字符串啊 好 好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时候再来谈一下啊 Alt一个 Alt一个什么呢 这个Alist03啊 好 好 这个谈一下 再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啊 首先的话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什么 这个增加一个成员 是吧 然后的话 三十五两个成员 再增加两个成员啊 最后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什么 这个啊 不是这个 这个的话是 看一下啊 好 这个Joy啊 Alist03啊 Alist03Joy啊 Joy的话 应该是它本身啊 Alist03 Joy这个啊 这个啊 嗯 没错 Joy啊 Joy啊 嗯 好 这个应该是返回一个啊 比方说STR 看一下啊 那么是这样的啊 STR 等于它啊 等于这个Joy 然后把它返回一下啊 用这个啊 看一下 这个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刷新一下这个效果啊 刷新一下 那么先是什么呢 先是这个啊 然后是这个增加两个成员啊 然后最终是这个是吧 好 那么这个的方法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宿主本身不变啊 就是说它指引这个方法的时候 宿主本身不变啊 宿主本身不变 然后的话 它会返回一个什么呢 返回一个字符串 返回一个字符串 我用一个变量来接收 是这样的啊 接收完之后怎么样呢 这个变量就是它 最终生成的这个 生成的这个啊 好 最终生成的这个 好 假如这个地方 拿一个alert 一个什么呢 这个 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啊 alert之后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返回值是吧 应该也是一个返回值啊 这个地方啊 alert的应该是这个方法 执行完之后的返回值啊 返回值是吧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 那么这个是 好 这个是返回值啊 好 最终是这个啊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数字本身是不变的 是吧 数字本身不变 它只是会返回一个字符串啊 返回一个字符串啊 好 那么前面的我们怎么样 我们在这个方法执行的时候 这个数字本身是不是在变呢 你看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前面做的这一方法啊 比如说这个数字本身是什么呢 本身是这个02是吧 然后我push一个这个 它是不是就变了 它自己就变了吧 是吧 好 这个应该是弹出什么 这个是弹出这个 弹出这个 push一个b是吧 就是这个a 是吧 a然后逗号 逗号什么呢 逗号2 逗号3 然后是逗号b吧 是弹出这个是吧 弹出这个啊 那么就是说 这个数字本身是不是就变了 数字本身就变了啊 好 这个的话也是这个数字就变了啊 数字又变成了这个是吧 数字又变成了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弹出的是 这个弹出的是什么呢 这个前面加个b是吧 这样子是吧 好 这个的话又又变了是吧 弹出的是什么呢 这个把b去掉 是这样的啊 去掉啊 好 这个的话就弹出了一个什么呢 相反的吧 是吧 然后232a吧 三逗号2 逗号a啊 逗号a 好 这样子的 好 这是关于这几个弹出的东西 是吧 这个是什么 数字在操作这个方法的时候 本身自己就变了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我们刚才这个这个也是的 是吧 这个数字怎么样 他操作这个方法之后怎么样 他自己是不是也变了 变成这个了啊 好 这个方法是吧 也变了啊 这是十分历史方法啊 为主这个教育方法怎么样 数字本身不变吧 数字本身不变啊 好 数字本身不变 只是什么呢 他会返回一个字符上 是不是这样的 返回一个字符上啊 这个是有区别的啊 如果他自己变的话 他自己应该变成字符上吧 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意思啊 好 比如说我拿一个这个 好 这个是数字会返回字符上啊 这个是数字 执行方法之后啊 执行方法后 方法后返回 返回一个字符上啊 字符上 好 这样子的啊 好 这是这个教育方法啊 好 那么这一方法的话怎么样呢 啊 再说一下啊 这一方法的话是 应该是什么 常用的应该是就这几个啊 常用是哪几个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呃 这个认识是吧 然后是这个下标啊 然后这个教育 呃 这个教育可能有时候会用到啊 那么最少还是这个复习是吧 复习方法 然后的话怎么呢 这个reverse 是吧 反转是吧 反转啊 好 接着的话是这个 index of 这个方法啊 index of 这个方法啊 好 其他的应该是什么呢 可能不准备常用啊 大家如果说什么呢 就是忘记了之后 只能过来查一下就行了啊 一字心记这么多也记不了啊 好 好 好